苗栗後龍正式發生了 一起死亡車禍意外 當時這輛自小客車 不明原因就偏離車道 直接追撞上 停放在機慢車道上的異影車 這一撞其實小客車的車頭 是直接卡死在異影車底下 而警察後報出動了 大型吊車來進行救援 不過小客車的駕駛 仍然是傷重不知 一台藍色自小客車 突然偏離車道 直接撞上臨停在 機慢車道的影車 撞擊力道相當猛烈 整台異影車都在搖晃 自小客車駕駛 當場受困車內 家屬悲痛蹲在路邊 放生痛哭 因為小客車62歲 旅行駕駛死得淒慘 看看藍色自小客車車頭 整個埋進異影車底 頂棚被削掉 退縮到後座 得用大型吊車及破壞器材 才能將整輛車 從異影車底拉出 但車體已經嚴重變形 被擠壓成一塊廢鐵 這期死亡車禍發生在二十四日下午四點左右 苗栗厚龍鎮中華路上 警方調查異影車駕駛沒有酒駕停在機慢車道上已經違法可罰九百到一千八 有沒有其他刑責以及詳細事故原因 以送交車輛事故鑑定小組研判 記者彭光許苗栗報導